6月25日是中國傳統端午佳節 正在雅魯藏布江派野外駐訓的西藏軍區牟旅周巧分隊官兵 在雅魯藏布江上舉行端午賽龍舟比賽 讓背井離鄉的官兵們在異地他鄉感受濃郁的傳統節日氣氛 第一次在部隊過端午節非常的開心 和戰友們一起滑龍舟比賽也非常的有意義 這一次經歷也讓我重生的難忘 賽龍舟是中國端午節的傳統習俗 也是端午節最重要的節日民俗活動之一 參賽周巧分隊官兵把平時訓練用的衝鋒舟 簡單改裝成龍舟 把弓兵鐵敲當作傳槳 並在開始哨音響起的那一刻 各組隊員在近200米寬的跨江賽道上 開始了激烈的龍舟賽 結合祝訓的實際情況 開展官兵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 在遇到娛樂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 傳承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增強了部隊的集體凝聚力 提高了官兵煉兵備戰的動力和熱情 據介紹 此次活動共有12支隊伍參賽 在比賽過程中 雖然天空飄起了小雨 但雨水絲毫沒有影響到官兵們的比賽熱情 他們在岸邊隊友的加油吶喊聲中 團結協作 奮力滑醒 在激烈的角逐中 共度端午佳節 不再會兒又跳的 東亞 加熱天空飄起